美国总统川普审情临重 快步走进医院 要探望弟弟罗伯川普 但不幸的是 罗伯川普在台湾时间16日上午 在纽约病逝 享受71岁 不仅仅是美国在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之下 欧洲疫情大反扑 法国光是15日 一天之内就新增超过了3000例 而英国也连续5天 单日新增确诊超过1000例 看到亚洲的疫情 同样不乐观 正值南韩光复节 许多团体即在首尔市区 举行大型光复节活动 也让当局忧心再度引发疫情高峰 根据南韩政府16日公布数据 新增279起确诊病例 创下3月8日以来新高 超过9成都集中在首都圈 而防弹少年团BTS 参与的南韩团选秀节目 也传出现场清洁人员确诊 因此导致节目选出的 12名出道组 参赛者得全部面临隔离 但这样疫情紧绷期间 参演出请回答 1988的男演员高跟少 也被曝疑似疫情期间 出入声色场所引起关注 印度总理莫迪喊出来 印度制造 为全世界制造口号 告诉世界印度已经准备好 大规模生产疫苗 并且让每个国民都可以施打 不过先前率先全球注册疫苗的俄罗斯 在15号时宣布第一批疫苗 史普尼克V已经生产完毕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各国疫苗战也跟着开打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